2012年郭德纲的《屌丝青年》被称抄袭 随后郭德纲将《屌丝青年》升级为2.0版本 并在10月3日北展剧场演出 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算是挽回一局 岳云鹏的《五环之歌》 改编于蒋大为老师的《牡丹之歌》 被告侵权 不过终审判决不构成侵权 一次次的侵权被德云社解决 但此次事件却不同往日 不少官方媒体也参与了进来 事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近日歌手马博起诉德云社一事 在网上引起巨大的争议 事情起因是因为马博的原创歌曲 《菊花爆满山》 被德云社七对反场环节演唱 导致不少人以为 德云七对才是这首歌的原唱 这给马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马博一旨诉状将德云社告上法庭 双方就赔偿金达成和解 但至今未收到赔偿金额 所以马博发文 这次仅要求赔偿 要求一个道歉 我会继续上诉 而这一次德云社公开的赔礼道歉 也会是我必要的诉求 马博的这条微博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官媒《新京报》发文 谈论歌手马博维权一事 先是对德云社侵权的行为表示不解 然后对德云社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最后还说 德云社靠版权为生 作品的著作权和表演的临阶权 离不开版权保护 对于版权的意识 德云社不比任何人低 德云社的确多次在返场时表演过这首歌曲 而且确实用于商演 甚至不需要专业人士 普通人都能得出结论 德云社确实侵权了 有一部分网友支持原作者 还有一部分网友 选择支持德云社 既然您起诉德云社 那请您一事同仁 起诉所有未经您授权 而演唱这首歌的全部人 德云社七队唱你的歌 是看得起你 要不是人家唱了 谁认识你 也有网友认为 最近马博出新歌了 其中暗藏深意 相信大家都懂 此事从头到尾 都是马博一人在说 德云社方面 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事情真伪 暂不可查 只能静待最终结果 从陶阳的相声旧场 到阮云平张九龄的妈妈的爱 德云社侵权事件 一个接一个 相声演员 该如何避免侵权事件 相声中的学唱发展 又该何去何从呢 就连秦潇贤最简单的一个采访 问起秦潇贤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只敢说出歌名 唱都不敢唱一句 原因是被告怕了 众所周知 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就是说学逗唱 这其中的唱也分为两种 一是相声本门的唱太平歌词 除了太平歌词 其他的都属于学唱 因为其余的都有专业唱的 就像学唱个京剧 有专业的京剧老师 学唱个歌曲 有专业的歌手 比如张云雷的《碳清水河》 《月云鹏最亲的人》 这其实都属于学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孟克堂的《菊花爆满山》 也是相声中的学呢 学本身就要游走在清泉的边缘 今天学余谦抽烟 明天学月云鹏舞嘴 后来学张三的歌 大后天学李四的曲 如果学也构成清泉的话 这对于相声演员是否公平呢 相声发展之路又该如何继续呢 数大招风 如今小剧场不让录像拍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否则成天被告 怕是再火 也难能坚持下去 骂一句郭德纲 大红大紫 这句话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证实 状告德云社 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人 利用其炒自身热度 或许这才是德云社 对于清泉事件 从未有过回应的根本原因吧 大纫 是德云社 大纫 是德云社